实在就是SUM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善意汽车 先祝大家新春愉快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这台车呢 它是CRV2400cc 2013年的 它的外观呢 是棕色的哦 售价呢 是57万8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呢 它的外观 以及它的配备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这台车的外观 它有鱼远头灯 还有雾灯 然后往后看呢 这边有双色的旅圈 电动后视镜 再来呢 我们都看到天窗的部分 好 等一下呢 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 车子的内观 好大家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台车的里程数 是138,221公里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方向盘 它方向盘的话 它是有多功能的 它蛮多按键的啦 然后我们它这台 还有一个快波键的功能 这台还有定速 定速的功能也还不错啦 因为这些 蛮普遍 大家会都喜欢用到这个 这个区块的 好 再来我们 它还有一个 节能的 节能的弓箭 然后我们这台还有那个 旋机防滑系统都还不错 这台其实配备都还不错 那我们再来再看我们的萤幕 它现在是萤幕还蛮大的啦 所以都还蛮适合家庭出游 小朋友有小朋友 还可以看电视 电视的话 它还有一个遥控器 在我们内装 内装的置物空间的话都还不错 它里面这个置物盒里面 还有一个USB的插头 还有一个12V的那个电源插头 这边还有一个 这样 我们这个 营料的话还有三个空间可以做 都还不错 这样 OK 那再来呢 我们它其实 空间内置的话 它都大部分都是 全部都是皮椅式的 连这个部分 你看它都是皮椅的 它整个完整性都保存的 还都 还不错 好OK 那我们先来 介绍一下我们后座的空间 后座空间 它空间都还蛮大的啦 再来就是说 它整体上 都保养的 都还不错 都没有什么 不会像说 有一些就是 做的痕迹都没有在注意 它后面还有后车门这边啊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置物 饮料杯的都还不错 有些车门后面都还没有啦 它这一台就是CRV系列来讲 算还不错的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后面 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这样其实在后面也不会怕担心说 夏天的时候就是冷气后面不会凉 OK那再来我们再介绍我们的CRV后面的 空间置物空间的话 那不用讲了 CRV它空间本来就是一定都很大的 我们也是看一下 它整体的空间其实都维持的都还不错啦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 里面很脏 或者说受损的层面很严重 它还蛮干净的 那刚刚呢 简单的为大家介绍这一台车之后呢 我们呢 这台车价呢 是57万8 然后它是CRV2400cc 2013年份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赶快来电给费心哦 记得是赶快来电预约爽车 谢谢 实在就是SUM 2A 5A 4A 5A 1A